中国的ICD领域的发展是世界的构成 所以我们一直是积极参加国际电联和VSYS相关的活动 那么这次的会议的确是在全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 这次会议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也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到这里边去 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声明和愿景 这对今后2015年以后 世界信息社会的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也会在这样的文件的要求底下 做好下部的工作 为世界信息社会的发展 做出中国的贡献 中国的ICD展开与新的外国的ICD展开与开业的活动 也说我们也有很大发展的行业的活动 在ITU的活动 和其他债材的活动 我们知道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职业的社会上 我們會提供兩件事項目的意見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2015年提供建築物社會的建築物社會 中國也會提供建築物社會的建築物社會 Thank you very much, First Minister. Nice to meet you.